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检查第14届中国动盟博览会的准备工作的会议 为太原省残疾人赠送轮椅 同喜县加发县行政地界调整的进度 9月1日上午 省人委会就为将在中国广西举办的第14届中国动盟博览会 各内容的准备和展开工作举行了评估会议 省委常委会委员 省人委会常务副省长 乳文信同志主持了此会议 第14届中国动盟博览会将至9月9日至16日举行 赞加该博览会的越南包括题为 美丽知识的国家展位区和越南商贸展位区的两个内容 在此会议上 代表们建议商贸助金局提供有关该博览会的具体实践表 以让组织委员会设立迎接政府和中国各部门代表团 以及为赞加博览会各展位做出最好的准备等方案和计划 在此会议上发表结论时 省人委会常务副省长强调 第14届中国动盟博览会是政府和工商部交付给太原省赞接的重要时间 也是太原退接介绍本省的形象和潜能优势 以及加强助金投资的机会 副省长要求各有关单位部门与商贸助金局 紧密配合网上各有关内容 连接检查该活动的脚本 并经常切换信息 占接该博览会的产品的企业 必须确保商品的质量、形式 并遵守组织委员会的一切规定 9月1日 太原省劳动荣俊社会厅 一遇太原越南三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配合为本省残疾人 赠送了100辆轮椅 在赠送仪式上发表时 太原越南三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征 自2014年以来 该公司已为本市残疾人 赠送了300辆轮椅 只是为残疾人赠送100辆轮椅 该公司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更有交流机会 融入生活 浅进家庭负担 太原省劳动荣俊社会厅领导代表 对太原越南三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与本省配合互助残疾人和特婚幼儿表示珍重的感谢 并希望该公司在将来的时间 继续与太原省做好慈善 社会保障工作 实施省委常务委员会的主张 和国会常务委会的决议 同喜县县委常务委员会 已经和正在集中指导 加快该县行政地界调整工作的进度 以县委常委会的强烈指导 到目前为止 同喜县已完成了比例为 两千分之一的分区规划档案 并重报给监设厅和人委会批准 完成总面期为6公顷的在定期区的详细规划 并为各民库进行总金额为205亿月吨的 债监补偿金 当比例为1%的详细规划批准之后 同喜县将会批准方案 并继续支付债监补偿金 预计于2017年10月30日之间 将会完成此工作 同喜县奋斗于2018年年初 将启动建设该县纤维 现人民会议和人委会的办公室 以及改宪新行政区的一些基础设施工程 为庆祝8月革命72周年和国境节92 特别是配合太原市成立55周年 1962年10月19日 2017年10月19日 在8月底的这些日子 太原市已举办了TV唱歌太原市的人民文艺表演晚会 9月1日晚 此晚会的一些精彩节目已在太原市五元甲广场演台上公演的 赞加此晚会的来自本市各厢方的人民文艺表演团 以付诸了人力、时间及心力来招联排练 为晚会带来了高质量的文艺节目 此晚会已为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此晚会就在国经节这季 以及在太原市民正在奋斗努力 获得更多优秀成绩 庆祝太原市55周年的成立和发展 其次就是领取一等劳动训章 公布太原市行政地址调整 和公布太原市完成新农村签设项目等的 决定的七分钟举行的 为维持和提高太原省2017年省级竞争力指数的排位 今年年初几个月 公江市已展开了许多办法 其中集中于加强行政手续改革 为当地生产、经营企业创造便利条件 公江市政权的努力已带来了积极的结果 受共同企业的确认及高度评价 近段时间 公江市已其中展开吸引各公司 展开各行各业投资企业的一些重要做事 为当地输建各劳动者撞造就业机会 近段时间 公江市已做好一些工作 与全省共同提高省级清征力指数 第一 公江市已巩固发挥企业会的作用 改善本市的经营投资活动的投资环境 第二 公江市其中与企业窃助 并进行对话 为企业解决困难 限定实施行政改革 特别是行政手续改革工作 行政改革工作受到公江市市委会其中加强指导 一门制 连通一门制的切收和退回档案部门的质量及活动效果 日益提高 各行政手续得以检查 浅淡化 公开透明 各行政单位和人民企业的关系得以改善 一门制部门有许多接近公民的方式 宣传的有 指导的也有 基本上 公江市人委会一门制部门 很好的 以满足公江市人委会 以及太原省人委会所盯出的任务 在各方 相展开的使用现代化设备的行政改革工作 以为企业和人民解决行政手续装造便利条件 实施行政改革 提高2017年省级清征力指数等日入 查况方确定好 这就是2017年的重要日入 我们以其中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为到一门制部门 教育的人民服务 干部队伍 要中分三家各级的培训办 为人民服务 并提高其的任务 态度和服务作风 目前 正在公江市运营的企业数量为340个 每年盖世已举办了见面对话的会议 旨在为企业解决困难 互助其发展 共同企业已对本事在精端时间做出的努力 其其的切实做事 其余了高度的评价 我们已参加了由共江市举行的两次签面刻意 我们认为共江市各企政权已坚决与企业同行 在将来的时间 共江市将继续展开各切实做事 以互助并与企业同行 与此同时 盖世政权还借强建立开放的经营环境 吸引各投资商投资于盖世的各工业区和工业组 在将来的时间 我市的主张就是 继续实施行政首须改革 奋斗到2017年年底将满足太原省省级清征力指数 委员会的指导要求 会与一省一起提高省级清征力指数 遮住贡献 与全省各地一样 共江市的政权和共同企业 将全新权力改善投资 经营环境 为太原省的经济发展 为维持并提高2017年 省级清征力指数的牌位 遮住贡献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